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到处生命冷暖 《历史今天》 七十年民族劫难 第七集 我是江峰 1984年 当时担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 找到了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说 往年十一游行的时候都要抬领导人画像的 那么这次抬哪些人的画像呢 特别是我要问了 你要不要抬邓小平同志的画像呢 这的确是个难题 胡耀邦抽着烟开始沉思 你想这1949年开始 每年国庆都要高喊毛主席万岁 都要把毛泽东的画像高高的抬出来的 这一直喊到了1960年代万岁都不够用了 开始万万岁 到了1969年20周年庆典那天 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歌颂红太阳的红海洋 谁也不知道 这城楼上的毛泽东已经做好了 随时抛弃广场上这些忠诚的子民 扭头 以最快的速度钻进河地下攻势的准备 当时林彪告诉他说 只有七分钟的时间撤离 苏联的导弹马上就会打过来 1970年之后 万民欢呼万岁的场景就不再多见了 随着毛泽东的过世 万岁这个词慢慢的开始绝迹 个人崇拜被淡化了 继任者华国锋也摘掉了英明领袖的桂冠 随着党内斗争失败 他的职务就分了 分给三位 一个是党的主席胡耀邦 一个是国家总理赵紫阳 一个是军委主席邓小平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中共的实际权力掌控者 但是他的公开职务却只是中央军委主席 你想把一个军头的画像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给抬上广场 有些尴尬 尽管这暴力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 是中共的信条 但是邓小平是不愿意被人家说自己垂帘听政的 五年后 六四期间 政治上更为率真、更为不成熟的赵紫阳 就说漏嘴了 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 邓小平是真正的决策者 大事情都要通过邓小平这样的话 尽管这是实话、这是真话 但是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 就让赵紫阳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 这个陈希同当时就开始询问胡耀邦了 说十一这天到底举谁的画像的时候啊 胡耀邦沉思之后把烟头掐灭说 这个事情如果去请示邓小平本人 抬不抬他的画像 邓小平同志也不会同意抬自己画像的 陈希同就明白啊 一下就知道了中央的意见了 说您这样讲 我们就好办事了 当中共的专制独裁的本质被巧妙的掩盖起来 当邓小平在联合国、在美国都大肆的宣讲说 中共绝不会搞霸权主义 如果中共搞霸权主义 你们可以起来把我们打倒 说了这样的宣誓之后 西方开始率真的拥抱中国 美国人认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列宁式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更加务实 有着更加明确的民族主义色彩 换句话说 不会对世界有威胁 在基辛格精心培养十多年的 美国政治外交精英团队的游说帮助下 美国放下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戒心 美国总统颁布了43号行政令 在整个的80年代开始全面帮助中国在教育、 与能源、农业、太空、地质、商务、公共健康 各个领域获得全面的科学技术服务支持 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 包括华裔物理学家李正道先生 当时他就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 提供奖学金给中国留学生到美国 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读博士 读博士后 推出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 再加上后来的生物化学合作计划呀 这培养的人才呀 你想 这算起来目前年纪都是小六十岁上下 是中美两国学术界的精英 80年代初 19000名中国公派留学生来到美国 这是中共人为的中断这个民族与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文化交流 30年之后 首次打开国门 美国决心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杰利棒从卡特总统那里传到了里根总统手里 这里根当时还有点疑虑 但是在全面瓦解苏联的这个最高目标下 里根选择了延续甚至升级美国对华援助 包括卖给先进的空海地导弹技术 帮助中共军队和民用核能开发 原来这个中共核武器开发的原子弹是能够爆炸了 但是怎样在敌人的国家的国土上爆炸 这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没有核武器的真实的投射能力 而帮助中共实现核武器投射的能力 还有其他五项重头的武器系统 就是在80年代中美关系蜜月期所实现的 而中国的大学研究所在美国人的帮助下 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就迅速的全被追赶上来了 1986年 美国协助中国建立了八个全国性的研究中心 包括生物工程、自动化、生物科技、 雷射、太空、外太空飞行技术、智能机器人 超级计算 拥有一千多项最新的科技成果 里根还为中共军事代表团开绿灯 开放了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 在这里啊 中共第一次真是开眼 学到了什么叫做国际网络 什么是网络作战 15年之后 中共便运用这些技术 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了网络攻击 而在中共的宣传机器当中 当年这些美国的援助都成了自力更生 自主开发的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 取得的成果 中共不仅在国际上赢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国内呀 这80年代呀 说实话是整个中共建政70年来思想最开放 人民压力最小的十年 陈希同组织的这个首都群众国庆队伍中 最后虽然说是没有高举邓小平的画像 但是当年北大的师生偷偷的 横幅打出来上面写的小平您好 据当事人回忆说呀 这横幅原来写的是六个字 是小平同志您好 因为后来怕检查出来嘛 横幅不能太大的 穿在衣服里面 所以后来同志这两个字被精简掉了 也许这就是一个冥冥中的天意吧 不管中共表现得多么亲切 中共和它的统治的人民 终于是无法成为同志的 邓小平五年之后就成了屠杀的决策人 不过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的确感觉 这个国家有希望 日子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政治上的环境也有所放宽 赵紫阳提出来了逐步实现党政分开 在企业中弱化党委的领导 人们看到了政治改革的希望 80年代思想最活跃的当然就是大学了 各种介绍西方学术人文思想的书籍在大学中流传 有那么一套叫做《走向未来从书》 一共几十本呢 不同的角度介绍西方的各种理论人文思想 在大学中影响非常大 值得一提的是 这套从书的顾问和编委当中 包尊信、严家琪、陈一兹 1989、64之后都成为中共的通缉犯 而流亡海外 而另一位编委 王岐山 20多年后官制中纪委书记、国家副主席 中国是1987年就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的 当然不是说加入版权公约 中国就遵守版权公约了 80年代初 中国官方是明目张胆的盗版的 那时候北京、上海、武汉 有个叫什么 叫外文教材翻印中心 什么叫做翻印呢 就是盗版吧 换个说法 武汉中南商场旁边就是湖北省外文书店 二楼楼梯口挂一个牌子 小神一拉 Foreigners do not enter please 外国人谢绝入内 这二楼卖的啥 全是盗版的外文书 当时一套新概念英语四本 一共2块6人民币 80年代 中国各个大学举办成立各种协会、沙龙 学术气氛很浓 自由风气、兴盛 学生们都可以印刷各种小报杂志 上海交大出版的学生刊物叫新商院 甚至在北京、武汉的高校中流传 安徽合肥 有一位教师叫做温元凯 他就是曾经向中央提出恢复高考的这么一位人物 他当时真编实壁 说的话也挺刺激人 还被邀请到各地高校演讲 武汉大学的校长叫做刘道玉 因为敢于打破常规进行改革 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所以这个武大80年代被誉为大学中的深圳 还走在了改革的前面 武大中文系当时开了一个作家班 干嘛呢 专门为那些很有才华 但是又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作家提供一个到高校深造的机会 当时作家班的很多人 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文坛的活跃人物 在当年的作家班中 有一位来自安徽合肥的青年作家 他的名字叫高尔品 他在写民国时期的小说时候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结果发现了一个当时在中国大陆吧 算是一个惊天的秘密 他发现这个原来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有上百万将士战死沙场 有上百位将军以身殉国 国民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杀手轮到共产党啊 共产党几十年来宣传的说国民党不抗日 完全是一派谎言嘛 在中国呀 你说共产党不抗日 你敢说这样的话 哎哟 你不知道你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打击了 所以家人和朋友劝他说呀 说尔品 你呀 你还是写历史小说吧 历史人物 你看他该死的都死了 你写他没有什么风险 但是耿直的高尔品坚持要说出真相 1994年 高尔品放弃国内的一切物质条件 流亡海外 坚持宣传民国理念 坚持他所知道的真相 他呢 就是我们很多在海外的华人所熟知的 辛浩年先生 从80年代初期 这个电子表啊 什么太阳镜录音机啊 华T恤 从香港开始传到广东 才从广东的传到内地 这到深圳出差的人跑叫中英街那去看看 趁警察不注意呢 撑 溜到香港那边呢 到那边摊位买点小东西 这个港台歌曲呀 也逐渐流行起来 老百姓私下最喜欢的是谁呀 邓丽君的歌 后来突然有一天的歌单位通知了说 邓丽君的歌不能唱了 必须销毁 是秘密之音 这很多年以后 大家才知道原来啊 是因为邓丽君在一次演唱会上说 如果他回大陆开演唱会 一定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候 他这话 你不把中共给惹恼了吗 所以啊 变成秘密之音不给听了 80年代中期以后 更多的港台歌曲在大陆流传 徐晓凤啊 李宗盛啊 罗大佑啊 蔡琴啊 这蔡琴听了好多年 都搞不懂 这个蔡琴为什么说要掐死你的温柔呢 还有那个 皮衣皮裤大墨镜齐琴 都是那一代人的记忆啊 英美歌曲当时也在大学里开始流行了 邓小平访问美国戴怀的那位 戴着牛仔帽的约翰丹佛 他唱的那首歌 Take Me Home Canter Road 还有那个保罗·西蒙 或者叫做保罗·塞蒙的 Sound of Silence 卡伦卡彭特 Yesterday once more 当时这些都是很时尚的歌曲 当时在中国大学很时尚 实际上呢 这美国十多年前就流行的曲子了 但是对于当年的留学生来说呀 你呀 你要不唱几句英文歌 身后不背一把吉他 你都不好意思去谈恋爱 1986年 一位黑发碧眼 高大英俊的台湾歌手 风靡全中国 这就是肺翔 1987年 肺翔在北京春晚唱了一首 冬天里的一把火 谁曾料三个月后大兴安岭真的着火了 这大火一烧烧一个月 烧毁了110万公顷的森林 死了将近两百人 气功从70年代末 在中国逐渐流行开来 到80年代初的时候 因为整个这个政治气候宽松了 各种气功呢 于是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 由于气功确实是有去病健身的效果 特别是一些体制里的老干部 因为练气功身体变好了 他就替着为气功说说好话 虽然很多气功的现象 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的解释不了 但是很多人身上的病确实消失了 人们变得越来越健康了嘛 所以胡耀邦当时制定了一个叫做什么 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 搞了一个三不政策 自由的思想 于是开始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深层的探讨 1986年大学生游行 要民主要自由 要人权 反官岛反腐败 这样的口号声震惊了中南海 胡耀邦当时是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来讨论 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的 但是邓小平不同意开会 而私下里把胡耀邦给叫去了 来了一番私下谈话 说把学生运动定了调子 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并批评了胡耀邦 1987年元旦的晚上 在邓小平家里 这个薄一波呀 彭真 陈云 王震 宋任琼 这些中共元老啊 聚在一起 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 紧接着 邓小平 陈云 故意缺席的一个党内生活会上 胡耀邦遭到了众人的轮流批判 那个薄一波 其实这个会上有相当多的高层领导 都是胡耀邦当年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进行平反 一个一个把他们从秦城给捞出来的 这薄一波就说了 胡耀邦整天是跑基层工作 游山逛景 哗众取丑 邓丽群 著名的左王发言五个小时 痛斥胡耀邦 当时赵紫阳也批评胡耀邦 说他不守纪律 而一位黄鹤寿 他是被胡耀邦一直视为 至交私人的好朋友 结果呢 也落井下石 当将两个人的私下的谈话公开了 在所谓的生活会上 只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 支持胡耀邦 习仲勋当时是斥责这些元老 说你们这是文革式的手段逼总书记下台 你们这种做法不正常 是违反党的原则的 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 政治局在1月16号召开扩大会议 举手通过 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 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 赵紫阳由总理转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李鹏接任总理 这个决定是在1987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 获得全票通过的 在代表中 有那么一位来自山西的略显吐气的中年妇女 她的名字叫做申纪兰 这位申大妈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时候就一直在 全国人大当代表了 那一年她只有25岁 这几十年风雨过去 申大妈一直也没弄清楚 人大代表和劳动模范有什么根本区别 但她坚持一条是秘诀呀 中央要表决的任何协议 必须毫不犹豫的举手赞成 她说这秘诀是什么 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 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就连中共体制内都有人看不惯了 当时共青团山西省委微博有一次就批评到 说反右你代表文革你代表任何时候你都代表 可你一次也没代表过人民 试问你是怎么被选取的 你究竟代表谁 谁也没有想到申大妈就凭这个秘诀 连续被选为人大代表 你说这几十年过去了 人民大会堂开会的 台上的台下的有的去了八宝山了 有的去了秦城监狱了 申纪兰连续60多年稳坐台下 成为骨灰级的人大代表 2019年获得了习近平颁发的共和国勋章 1988年 价格改革失败 价格双轨制 价格暴涨 全国出现了抢购风 这已经习惯于几十年价格不变的中国人 面对突然上涨的物价一时不知所措 大家心里明白 手上的钱毛了 与其把钱存入银行 还不如买点什么东西 家里囤着 可以保持 于是全国出现抢购风 什么卫生纸、香皂毛巾 连这个滞销的也不放过 什么电视机 你只要有图像 嘖嘖嘖响 往家里报 电风扇能转 买 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有的人买了很多的毛线 什么针丝背面床单的枕巾背套的 现在呀 还有好多人没用完的 有的人买了几十袋面粉 从商店抢购几百盒火柴 抢购的盐和酱油 十几年都用不完 邓小平说 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广播里说呢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这么河起来一听 到了深水区好像有点 找不着石头了 1988年6月 一部六级电视纪录片《河商》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这部电视片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 进行反思和批判 引入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 这片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后来河商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但是中共愿意去拥抱蓝色文明吗 愿意去接受普世价值吗 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叫做《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 请抓住梦的手 这梦的手到哪去抓呢 很多人对未来充满困惑 不知道自己的将来 国家的未来会怎样 时间来到了1989年 《70年民族劫难》 我是江峰 我们下回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岂! 电字幕志愿者 岂! 华众南